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睇 东库 直认 歌仔都能唱 做个威水形象 那怎算痴心妄想 任我翻雨滚都会得各样赞赏 有些人为了出位 怎止翻雨滚这么简单 直接拿一条命来教票 没错 上个月网上风传一段影片 一名男子怀疑是港铁冬铁线火炭站 玩有名跑哭的极限运动飞跃道 冒险跳跃路轨 片段可见 港铁男子在一个月台上坐跑 跟手跳跃超过3米距离 横跨路轨 到达对面月台 幸好没有让成意外 有网友说笑 以这位人兴的新手 直途可以参加奥运 不过有专业运动员直指 现在跳远世界纪录 去到8米9米 区区3米距离 小学女生都跳到 名副其实小怡科那样 那又看你怎样看 正如有人说通宵亡命小巴司机 如果全骑车神鲜拿和他们铁同一个型号小巴 铁同一条赛道 鹿死垂手 可能只是要捏过自知 那之前网上风传那单又怎样计呢? 两个青年不单只跳上行驶中的轻铁车顶 自拍时还不忘介绍屯门夜景 之后在屯门站跳车逃去 大家记不记得 穿了跑得快过跑车的那个波鞋广告 二家班人和轻贴同步 一个不幸运分分钟捉电搞到全线停洗 难道弄伤自己影响别人就是跑酷精神? 就是了 生命没有take two 不管你去到奥运级数实力 一次意外足以致命 而且还分分钟类街坊 去年七月 港岛半山地理跟德里一栋大厦 有外场煤气喉爆裂 一名法国籍男子倒闭在大厦天井位置 怀疑干明男子是一名飞跃道爱好者 在大厦玩飞跃道期间失足堕楼 压爆大厦外场煤气喉管 你说如果导致煤气涉漏引发火灾 又或者集中途人 后果不堪撤上 那对于飞跃道大厦其道 市民怎样看 专业玩家又仍不认同这些玩命行为呢? 事不宜迟 东夫 各界职认 其实你看完之后 你觉得这个运动人危险? 危险啊 随时有火车坐着你都不知道 危险的 因为第一个地方不合适 不应该在那里玩 危险 未经人同意你走上去的话 发生意外就累到别人自己又受伤 所以你是支持还是反对这项运动呢? 反对 你多努力都好 总有机会失手的嘛 那你失手的时候 譬如你好像在轻跌上面那样 你跌了下来 受了伤 轻跌又有问题 车也不能动 那你会影响港大的市民的嘛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它毕竟玩这些是高空 或者是做一些很危险的事 所以很容易造成一些生命 或者是会波及到别人的伤害 在轻跌上面 在天晴上面 我觉得你要玩 要死不要阻止人 不要要人来救你 你在其他地方玩 你放在一二遍就OK 可能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其实真的会死人的 因为它那些位置都有电纜 和比较高 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好 之前呢 他们在轻跌上面 然后再跳下来 其实最后呢 政府只是判他们社会服务令 你觉得这个情况是那么轻的吗? 起码要加大阻吓性 社会服务令就是很小事的 如果你有足够阻吓力的话 那些人不会去无访 不会去学 当然有很多人为了刺激 点击率 进私人地方拍片 例如地铁站 地盘 天台等等 这不是一件好事 那我们玩拍拖 没必要去这些地方玩的 玩拍拖 不是说博出位 是用你 预防一些突发的事件 可以有自救和救人的能力 香港是一个讲求法律的地方 玩拍拖 这一件事是需要自律 要不然 很容易就要承担法律的后果 通常都是罚钱 严重起来就要坐牢 如果真的想玩 做动作演员 近几年很多人是学拍拖 没有一些专业人士在帮忙 保护和指导 很容易受伤 玩拍拖 需要循步漸进 不要一下子就走上天台跳 当然 肯平地练习多一点 练到肌肉记忆 不是 你的稳定性要高 才可以再进一步去加难 玩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要注意一下障碍物的安全性 要查一下稳不稳 地下会不会滑 自己身体状况 和对鞋 会不会没有坑纹 还有没有人经过等等 所有因素去判断 是否安全 不过话又要说回头 一种运动之所以流行 背后一定有它的原因 当局在加强规管 确保公众安全的同时 都应该退出措施 规范飞弱度一类的极限运动 例如提供场地 又或者规定要有合资隔人士在场 那不法烧油 就不用到处跑到处跳了 架得好 分分钟可以助力盛事经济 例如之前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 就举行了一场飞跃度大赛 不单只国内外顶尖选手混习 还吸引大批游客参观 大往当地经济 相关界别议员认为 对于做出涉及违法行为 或者影响他人安全的一些 極限运动参与者 有关部门应该加强执法及教育 跑酷运动是国际体操联盟 其中一个正式项目 也设有国际赛事 国际的教练班和裁判班等 正规的指导和体制 跑酷在香港的发展 责任就落在中国香港体操总会旗下 体操总会跑酷的训练和比赛 都是使用正式的赛道 或者体育馆内进行 所以正式的跑酷运动 在评分时都有顾及安全方面 培训教练的时候 也会特别着重 学习如何保护运动员 令他们避免不必要的受伤 广告回来继续和大家东呼 直认 到了40岁 好意有不同程度的牙肉萎缩 吃完东西要撩牙 照镜发现牙齿长了 都是明显的症状 牙肉萎缩了是生不回的 色尺味极密结症牙刷 四大极症功能 拆除了令牙肉萎缩的牙菌膜 防止牙蓬变阔 和牙齿变长 保持牙肉牙齿极症健康 预防牙肉萎缩 不只要趁早 直头要提早 色尺味极密结症 继续当呼 直认 什么叫自由 晚清翻译家严幅 翻译造群己拳戒 贴切不果 每个人都有权行使自由 但前提是不要侵犯他人的自由 提起飞跃到 早前网上廣传这段影片 有人疑似将港铁站 当作大型游乐场 行人扶手电梯当滑梯 一二三冲迈去 一踢到落地面 看回片 起码两三部攝影拍摄 有近镜有远景 不像是即兴作品 不过部分网友似乎 就不太欣赏了 讽刺他可能很赶时间 上班迟到扣钱 差个一秒都死 也有人大震 这位人轻够贴心 分担了清洁姐姐不少work load 整条电梯当堂干净了 不过讲笑还讲笑 翻查报道 干明男子早前被法院裁定 违反港铁库例 被判罚三千大仰 至于上面提到的两位 轻铁车顶男 早前则承认禁止进入限制区域 以及故意危害安全等罪 被判社会服务令 大家千万别乱试 好了 今日节目时间又差不多 大家有什么参数 记得电邮或致电 我们爆料热线3600 3600 让我们第一时间和大家东夫即认 拜拜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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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